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 视频中的女子正是下车员齐某 而被齐某揪出一领的这名执勤人员 是兰考县公安局 交紧大队的一名扶警李彦涛 一番争吵之后 齐某突然一巴掌挥上了李彦涛的面部 无独有偶 前段时间发生在长沙天心区芙蓉南路的 金毛狗遭扑杀事件 也引发广泛关注 2017年12月31日十五时许 金盆岭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芙蓉南路现代空间被狗咬伤 为了防止该狗伤害更多行人 民警虽用木棍对狗进行扑杀 但这一事件却引发了爱狗人士的愤怒和质疑 周某欣在新浪微博上公布现场处置人员 金盆岭派出所辅警陈某的家庭住址 及家庭住址外观照片散布他人隐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依法对周某欣 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同日周某文因公然侮辱陈某 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公布了当时人的一个姓名 一个电话包括他的一个住址等相关信息 都予以公布了 肯定是侵犯了他的一个隐私权 违反了我国民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当事人是可以到法院去提起民私诉讼 要求停止妨害 包括如果受到了损害的话 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公安部有关负责表示 广大公安民警和辅警 常年奋战在执法执行一线 每天面对大量矛盾问题和各种违法犯罪 压力大任务重风险高 保护一线执法执行民警辅警 及其家属人身安全 维护正常执法秩序和警察执法权威 既是关社会公共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也是关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家法律尊严 各级公安机关 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切实加强民警执法权益保护工作 为民警依法履职撑腰打气 要探索建立民警依法履职免责制度 对恶意抹黑民警执法